欢迎收看10月8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明 马上来看马股走势 市场谨慎看待预算案 加上经汽油补贴制 未能迎合市场期盼 导致马股先扬后跌 虽然一度冲上1565.16点 最后却微错0.21点 以1558.79点作手 获利方面 由于中美谈判持续波动 令计兑换美元走低 报4.1920令吉 接下来要切Black and White单元 首先来关注政府宣布 明年亿月落实新汽油补贴机制 但社会者比预期少 而经济学家预料 大马政府每年可以节省多达 20亿令吉开销 不过汽油价自由浮动之后 最终油价可能涨价30仙 或者是14.4% 到时候将冲击物价 因此经济学家纷纷上调 明年通膨率预测 其中联创研究的通膨预测 从1.1% 大幅上调到1.9% 调整幅度高达70% 马银行研究更估计 在落实新措施之后 全年通膨率可能升高1% 而目前该行预测通膨率是2% 没有要被大马首富郭鹤年 买回的大马糖厂折价卖地 大马糖厂以释放非核心资产 专注核心炼糖业为由 把4454公顷连绵地段 以1亿5600万令吉卖给新师 比市价1亿9000万令吉 低了3400万令吉 或者是18% 主要是考虑到这块土地 迟迟找不到买家 而且新师也愿意以现金支付 而新师将在这个地段 探讨设立牛乳上下游制造业务 以减少依赖进口牛乳原料 主要媒体大股东阿罗拉姆迪亚公司 已经将前锋报级 Cosmo纳路旗下 将打造庞大的马来媒体集团 阿罗拉姆迪亚公司是 与土著富豪赛莫达有关联的公司 该公司已经收购 Dilof公司的70%股权 Dilof拥有上述两份马来报的 出版执照 目前首要媒体集团旗下报章 包括了新海峡时报 每日新闻大都市新闻 并且拥有6家免费电视台和4家电台 同时也是户外广告业务的局部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本期财经Espresso 由Rakusan Trade为您特别呈现 全马唯一一家完全数码化的股票经济行 除了可以快速在线上开设账户 低经济费也让你节省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